Hello 各位我是我是Curt之丁 今天這一集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要把觸手伸向 蟲物領域喔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介紹 貓咪飲食當中的鮮食料理 拋開乾糧 拋開罐裝食品 去研究如何設計出 對貓咪健康符合營養需求的餐點 避免心愛的貓咪生病 讓飲食成為你家老大的第一個醫生 貓科動物的飲食習慣 跟人類是非常不同的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 貓科動物是肉食性 而人類則是雜食性 貓咪出生之後的前8週 雖然都是以母奶為食 但斷奶之後就會開始轉成 以蛋白質為主要營養來源的飲食方式 貓科不論體積的大小 一律只有30顆牙齒 那牙齒是非常鋒利的可以把肉撕碎 但是它缺乏像是舊齒 或者是強而有力的下顎去左右磨碎 例如說根莖類纖維的能力 少份量的蔬果可以增進營養均衡 但是如果你想要為你家貓咪吃生菜 那還是別了吧 貓咪的天生胃小 因此少量多餐才是正確的飲食方式 跟人類的三餐不同 貓咪一天平均要進食12到20次 每次大約50克的份量 但這當然只是一個平均數 實際上你還是必須依照貓咪的年紀 大小跟性別等等因素去做改變 可能會有一些主人出於善意 只要看到貓咪的碗空了就會把它填滿 但是這樣其實是容易造成貓咪過食 或者是生病的主因 貓咪每一公斤就必須要攝取 大約60到70大卡的熱量 因此一隻5公斤的貓 每天必須要攝取大約300到350大卡的熱量 才算足夠 那如果你看到貓咪狼吞虎咽吃得非常快 其實這跟食慾沒有太大關係 而是食物本身的物理性質 貓咪消化2到4公克的乾飼料 大約需要1分鐘的時間 那如果像是鮮食具有水分的濕食的話 那貓咪1分鐘大約可以吃到4到8公克的份量 因為蛋白質是貓咪營養基礎的來源 所以每公斤每天需要攝取大約20到25公克的肉 那它的蛋白質量才算足夠 那像這本給貓主的上菜呢 它當中就準備了68到符合貓咪健康需求的食譜 當中包含的像是意大利麵 燉飯 廣東炒飯 餅乾等等 以我們人類可以理解的食材食譜當中出發 然後去設計符合貓咪健康需求的餐點 那重點是它的營養需求都幫你顧得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還有設計了給各位貓奴所吃的食譜 當中再分成小份量給貓咪吃 還蠻有趣的 我自己沒有養過貓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怕麻煩 你必須要花蠻多時間在照顧寵物上面 那如果依照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做食 你要一天去餵貓12次真的有點太強的所難 這本書當然也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它推薦了一種叫做混合餵食法的方式 每天早上呢你就提供半份的鮮食餐點給貓咪吃 那剩下的半份呢你先拿去冷藏保存 白天的其他時間你可以透過餵食器 去讓貓咪自己去取用乾飼料 那使用餵食器的原因主要是避免過食 要把好胃口得到晚上 你下班回家之後 讓它吃完剩下的半份餐點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就是 如果你的飼料品質越差 代表裡面的蛋白質含量越低 貓咪就越容易感覺到飢餓 它就更容易有過食的現象發生 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加肥貓啦 最後還是要跟各位提醒 有些食材雖然對人體好 但是卻對貓咪有害 例如菠菜它裡面就因為含有草酸 對於貓咪有毒的成分 所以千萬禁止 另外酪梨的果肉雖然富含健康的油脂 但是卻會讓貓咪容易上吐下泄 所以也不能夠吃 那例如說像是帶紫帶荷的水果類 例如說櫻桃 葡萄 水蜜桃 水梨等等 都容易導致貓咪急性腎衰竭 或者是呼吸過快等等的問題 所以也千萬避免 至於蛋白質的部分 罐裝鮪魚雖然貓咪很愛吃 小份量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是如果攝取過多的話 因為過多的鹽份跟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就會導致它的代謝功能出現問題 另外像是生蛋 當中的生蛋白 就會影響貓咪的消化功能 好在如果你把蛋煮熟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關於貓咪鮮食料理的知識的話 歡迎去參考這本書 那喜歡這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想要看到更多跟寵物有關的料理訊息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克里斯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